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南加尼用過的這個紙杯留下了她的DNA 還留下了我要的答案 結果顯示混合到接近100% 就是說頭髮的主人 跟南加儀有血緣關係 所以我懷疑兇手是她, 也不是她 我不會再被人欺負你 我會一直保護你 其實姐姐一直沒有離開過你 姐姐?不是, 你不是我姐姐 我姐姐已經死了 你不要再纏著我 不要 南加美小姐 要出門嗎?幸好我們沒有來試一步 你們找我是不是有事? 其實姐姐的資料 我知道已經告訴你們 我想我沒什麼幫到你們 對不起, 我趕著搭飛機要開會 不好意思, 南小姐 你不可以離開香港 我們有理由相信 你肆便謀逝原始夫婦 我們來是要正式拘捕你 你們說什麼?我怎麼會殺人兇手 真相如何, 回到警署慢慢研究吧 小心 現在不是肆必要你說 除非你想說 我不要殺人 你所說的, 我們會用紙蓉不記低 不要殺人 真能算成為前藏成功 波Sir, 發現報告是否出錯? 之前的推斷沒錯 兇手是南加美, 也不是南加美 因為他有解離性, 人格障礙 當主人格受到壓迫或侵犯 就會誕生出身的人格去保護自己 人格轉換之後 主人格會完全忘記第二人格做過什麼事 就是說南加美的主人格 可以將案發經過講述你? 只有請兇手出來 才可以真相大白 病人越是受壓 第二人格就會越容易出現 壓力越大 第二人格就會出現得越麻煩 我已經安排了南加美一個人 在會面室裡自己一直等 相信他現在應該處於一個 不安復徨和焦慮的高暗狀態 南加美小姐 我沒殺人 我們找到一輛布室的電單車 在電單車的儲物箱裡 找到一把 用來殺死元氏夫婦的兇刀 和另一輛電單車的頭盔 發證在頭盔裡找到一條頭髮 經過MT DNA排列比對 證實這條頭髮是屬於南加儀的近親 另外, 你在濟高點留下的咖啡杯 DNA檢驗結果顯示和頭髮問候 電單車頭盔的主人 也就是殺死元氏夫婦的兇手 就是你, 南加美 不是我 我最討厭人家開電單車 我根本沒有電單車牌 沒有車牌 沒有車牌不代表沒有開車 而開車的那個是另一個你 其實你自己應該很清楚 郭Sir拘捕你的時候 這個病毒在你身上掉出來的 是一種精神波藥物 Sertraline是用來治療重度抑鬱 強迫症和驚恐症 也有精神科醫生 開來比解離性人格障礙的病人 也就是一般人理解的人格分裂 不是, 你們別胡說 從小到大有什麼事 都是你姐姐幫你出頭 遇到什麼壞人 都是你姐姐幫你應付 但是十年前 你姐姐被冷血殺手殺了 你姐姐的死對你的打擊很大 不僅是一個陰影 她死的時候的情境 在你的記憶裡留下了無法惡美的樂人 造成無法彌補的創傷 你姐姐在車上和男朋友一起被殺 死後的臉還被兇手畫了一個大靠岔 這個情境已經值得在你的潛意識裡面 當你受壓迫, 受不起外來壓力 你第二人格就會出現 用同樣方法去殺人 這個第二人格是誕生自你姐姐 教練你是不是南家儀? 不是 南家儀的性格比你強 她不僅是你的保護罩 還是你唯一的依靠 你根本無法接受 你姐姐已經死了這個事實 所以你分裂出第二人格的南家儀 來做你的擋箭牌 你姐姐死的時候 在車上播出綠袖子 所以等你殺人的時候 你也播出綠袖子 因為這首音樂 令你自身在當年空暗現場的感覺 你先把元氏夫婦迷魂 再調位然後殺害 最後在女死者的臉上畫靠岔 你這樣做 是想將當年南家儀 不幸遭遇冷血的對待重演一次 你要元氏夫婦 跟南家儀 死得一樣這麼慘, 這麼不幸 那個老婆活該死的 她在廁所插著我妹妹的頸 然後不斷罵她 而說要告到她 傾家蕩產, 窄鬥嚇死 還說要一隻手擠死這種小子 我就是要那老婆死 死得越慘越好 你是誰 我是Kelly 你們一直在等的人 Sammy的姐姐, 南家儀 你是不是想保護你妹妹的南家儀 不想她受傷害 所以才殺死以元氏為主 我妹妹分辨得沒錯 那個老婆和她老公 根本就在人家面前扮恩愛 什麼早上看日出 晚上看星星 全部都是謊言 那晚我跟著她們去看星星 她倆不停地吵架 正確一點來說 應該說是那個老婆 從頭到尾在那裡吵架 我叫她老公 所以你是先用東浪蕩蕩 令她夫妻失去意識 是 他們只顧著吵架, 一點提防都沒有 然後我假裝問路 過去敲一下他們的車窗 那老婆想也不想 就按下車窗認我 什麼事? 我用迷魂藥噴暈他們 在她的車上駁著那一手綠袖子 然後把她倆調位 我先殺了她老公 然後再殺了那老婆 然後我在旁邊 一直看著她慢慢流血 游到死為止 之後才拔花把刀 然後叉著她的頸 然後在她的臉上畫個大交叉 最後我當然要拍下 這些令人興奮的場面 回去慢慢欣賞 在花房間就是我的私人樂園 每次坐在這裡 喝著一杯熱咖啡, 聽著綠袖子 看著那老婆的死樣子 知道解決了Sammy的難題 真的覺得身心舒暢 我要全世界都知道 誰欺負我妹妹的就每天很下場 你是害了她 你將她變成一個殺人犯 殺人的是我 不關我妹妹的事 你只是她的第二人格 拿著胸刀殺人的那雙手 是屬於南家媚 南家媚小姐 我們將會正式起訴你 殺死袁東來和袁李為主 兩項殺人盡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是南家儀, 你聽到嗎? 那兩個都是我殺的 與我妹妹的事 我才要殺人兇手 我才要兇手 我不想…我真的不想這樣 我家裡的事 經常都好像被人移動 那件外套又會不見了 那件衣服又掛起了 那髮刀又拿了出來 我明明已經睡得很足 但那個人仍然很累 我身體好像不是屬於自己 但是我開始懷疑, 我出現了問題 所以你服飾精神科藥物? 我朋友介紹了一個 很出名的精神科醫生給我 他說我可能有解離性人格障礙 我已經打算飛過去看他 希望可以治好病 但誰知道還是太遲 我真的不想 所以…但無法控制我自己 我今天來日想跟你說 藥物和治療固然對你有幫助 不過最重要是你要接受自己 積極面對 你一定會慢慢康復 找回真正的自己 你們一定要幫我 姐姐枉死了十年 兇手一直都逍遙法外 但我每天都未破 我心裡都會不安心 我心裡一直都會這麼痛 不論打案過了多久 發生在哪裡 只要是犯過罪 都一定會留下線索 犯人最後一定會乘此於犯 發生在哪裡 很難看 我心裡是在哪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別順著, 先吃一碗紅豆沙 來 真棒 為什麼眼睛睛看著我? 吃了你就知道了 沒有以前那麼甜 多了一股香味, 我知道了 好, 換了黑糖 果然是吃的 現在情流流行黑糖 打算試試, 適合就放在菜單上 黑糖可以活血驅寒, 營養價值高 應該會很受女士歡迎 你說得對 收拾女士的意見就夠全面了 你打電話給Queen, 看看她有沒有空來試 試試一下 我問了, 人家今晚沒空 要去中學同學會 今晚不行就明晚了 我也很問了 最近很忙, 經常有很多工作 要收拾東西 晚上就吃宵夜 反正糖水店是自己的 開幾天都可以 行了, 你是對人有意思的 就要主動出敬 你別以為我是這個做姐姐的 弟弟喜歡哪一個我都看不出來 Queen又聰明, 又為了朋友 錯過了, 我替你可惜而已 哪有空才行的, 姐姐 總之你下次還是單拖來 所有糖水相計, 兼加三服務費 對不起… 和秋姐經紀聊得太晚了 不要緊, 反正我也有空 五九後, 我們多做個鐘 我約了人吃飯 有疑性沒人吃 我也明白要約誰 我已經整個人都在這裡 還要讓你單打 不是Stan, 我什麼都可以 開始 人家說人奉起是精神傻 你現在的笑容真的又漂亮又甜蜜 遇到失職的Mr.Right是不同的 其實不只是我遇到Mr.Right 你也遇到Mr.Right 如果你這樣說和國王沒事 我什麼都可以 其實我也很想可以像你和高Sir一樣 一輩子都是很好的自己 但相處得越久 越是了解到一個男人的好 我就越是怕這段關係會有改變 改變未必是壞事 只能有它順其自然發展 你也知道我不可以了 或者可以嘗試改變 小時候發生過的事情已經是事實 事實是想變也不能變 我不想再陷入這種經歷 難道你打算一直逃避 不面對這一段感情 那國王會怎麼樣? 是嗎? Krin, 我姐姐想我們試一種 新口味的糖水, 包你喜歡 你下班了嗎?我過來繞你 我還沒收 有份報告要趕 今晚應該做得好事 你替我跟碧姐說一句不好意思 是, 我找了一些服務公司的資料 一間環境不錯 還要逃經我的上班路線 我想以後過來繞你也方便一點 不如這樣找你去實地考察一下 不用了, 其實我已經找到一間挺好的 麻煩你 你什麼時候搬屋子 我用Markets過來幫你 不用了, 若不遷就你的腳 我找了一個住的馬男朋友幫忙 這間房子不是幾千呎 不用麻煩你了 你搞得好就行了 有什麼需要的話隨時發聲 好, 我搞得好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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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妨礙你了 你去看, 再聊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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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Emma 快點生氣毛巾吧 你這樣很容易冷傷的 大哥 你今早做完, 現在又練習 會不會勤力了一點? 之前我做兼職模特兒 拍照, 有什麼測試都可以撿照 現在行展示, 什麼都現形 不錯到最穩定的狀態, 怎麼行 你平時接開那些平面工作 為什麼突然這麼有興趣 還會行婚紗展示? 展示是我朋友在那間公司辦公司 真想不到 原來公司公司的老闆秀姐 是秋姐的同房娟姐的女兒 世界就是神 誰是秋姐? 秋姐就是哥哥… 就是高Sir朋友的馬姐 之前我跟他去老人院探望秋姐 他人又好又精靈 煮東西還很好吃 遲些介紹給你認識 好 既然抓起來也算認識 我放假有這麼空 所以就幫幫忙 而且那個婚紗展示的主題很有意思 是說女人任何年紀在婚紗 都有人這麼漂亮 連兩人家都是一樣 所以那天秋姐和娟姐都會穿婚紗上台 是嗎?挺特別的 對了, 現在你要做運動, 又要節食 不如你走完表演之後 我跟你去吃好東西, 解放一下 好啊, 去哪裡? 去印度 現在有一個印度的美食節目 邀請了我們介紹當地的美食 月美就起行 到時候我們可以每天都吃好東西 大哥, 我不跟你去 你覺得大家不是去到下個月月中嗎? 你經常說想跟我到處飛, 到處吃 那我剛剛認回大哥和妹妹 還有他們說大概月尾會回鄉下擺山 我也想跟他們去, 看看鄉下如何 我明白的 畢竟都是有血緣關係的親人 想多點時間一起, 都是應分的 還有機會我跟你一起去的 我在這裡等你 這裡也不能等 我的朋友說差不多月尾就要回來 到時候房子就要移出來 不要緊, 到時候我們去服務室就行了 我去冰箱, 先拿一塊蛋糕出來 又是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就是給阿高薯波哥哥的 冰箱那塊是芝士蛋糕 我剛才做完健身 我只能排隊買給你 我換衣服給你 好 我 難怪人們說女人穿婚身是最漂亮的 真是很漂亮 謝謝 不過她們不夠漂亮 怎麼樣… 是不是穿在籠袍也不像太子? 當然不像太子 是像公主和皇后 出秀的時候, 你們倆一定會成為全場焦點 這麼多眼睛看著, 我很抱歉 娟姐, 最重要是有自信, 別怕抄 女兒把這條腰這裡弄得很緊 不知道我能不能放鬆一點嗎 阿秀, 有沒有搞錯? 一手撕的那二十個字你都可以坐 謙仔, 你給我聽著 我回來之前你給我抄三十次 你考試不要再坐 阿秀 媽媽, 我就跟你說了 走表演的時候, 雙手很自然 放在兩邊就可以了 還有, 別再不斷拼起這條裙子 你走得猩猩的 你看, 抄姐, 不太好 我都不明白你 你也算是穿個下垮 人家還沒結婚 都懂得笑騎騎, 以笑遮醜 你學學別人, 給點自信 你去跟Bobo上樓上練習 免得你上台出醜, 走吧 小心,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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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所有女人都一樣 有自信就有笑容 有笑容呢? 真特別漂亮 今天沒人能把照片給你了 這麼漂亮 快點拍一張照片留念 我也要跟美女拍照 是 這裡, 以笑 真漂亮的鏡子 我還是先照鏡子 我要戴上頭身 美女, 多拍一張照片 以笑爹, 你知道嗎 我昨晚又發夢了嗎? 又發夢, 我結婚嗎? 不害不害, 她以前是生寶寶 你也有很多夢法 那我是生兒子還是生女兒? 是龍鳳胎 她們是婆婆婆婆的撲起來 你玩到龍鳳胎這麼大, 很難度很高 所以, 愛臭姐不淡閃 兩蓋就夠, 三蓋更好 好, 月子前 紅大小姐姜過壞省四蓋 如小爹, 你跟大小姐 越來越似, 好像馬傘越陽 我看著你, 好像看著大小姐 我跟姐姐相似嗎?哪裡相似? 是嗎? 小時候不像, 越大就越像 你跟姐姐一樣, 想做法義 說話的語氣, 居修投足 真的越來越像 現在, 選男朋友 都要選同一位, 你說像不像 是嗎? 不僅僅, 喝茶還要L級 吃牛扒又要 medium rare 荷包蛋還要焦邊 連你也這樣覺得嗎? 你們是兩姐妹, 似乎不是很奇怪 好像差不多到了 那就好了 姐姐一直都很想做這隻錶 但是問過很多整錶師傅 都說舊零件, 普通錶做不到 我朋友說這個是整錶界的隱世師傅 資歷好深, 幾塊零件都有 那如果錶殼變了顏色, 能不能回答嗎? 你有沒有看錯? 我買的時候老闆拍了心口 說錶殼是不會變顏色的 那隻錶是你買給姐姐的? 我送給家琦第一份禮物 沒聽日提過的? 家琦沒跟她這樣? 難怪姐姐這麼喜歡這隻錶 就知道了 放手, 把錶子還給我 住手 把錶子還給我 福丁 你的手傷了? 報警 你累了就回房睡一會兒 我煮粥給你吃 餓了一會兒自己煮得了 醫生說皮外傷, 沒消事而已 你這樣滾下去, 沒事是幸運 有必要為了這隻錶, 連命都不要 這隻錶你一向都很著緊 我不想就這樣就失去了 你不想失去了的是你和姐姐之間的感情聯繫 你是不是還很想念姐姐? 我說沒有再騙你的 是 但是那個阿珠和鍾薏是兩件事 我和家琦是過去式 我現在喜歡的是你 你肯定你喜歡的是我 還是說是我的姐姐 你當作了我做姐姐的代替品 為什麼你會覺得我當你是代替品? 因為失去了姐姐, 你流浪了六年 那條世界上最孤獨的情魚 也在這段時間遇到 你對姐姐的感情很深厚, 我也一樣 我也不自覺把姐姐的言行喜好 讓我變成自己的一部分 其實從一開始 姐姐就一直存在在我跟你之間 我自己也分不清楚 到底是因為我像姐姐, 你才喜歡我 還是我把自己變成姐姐去迎合你 在我眼中, 家琦是家琦, 你是你 我從來沒混淆過 就算沒混淆過, 你也從來沒放下過姐姐 在你的電話裡 一直都保持著姐姐的錄音 不是我有心檢查你 是你上次叫我下載一個應用程式 我無意中曲了出來 我想如果你有家琦的錄音 你也會保持著 家琦曾經是我生命裡一個很重要的人 但你這全都是過去, 全都是回憶 有回憶有過去才有今天的你 那也不代表我會混淆你和家琦 其實由始至終, 你喜歡的人只得一個 就證如陪在其餘身邊的女孩 根本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我去找你 我買了一包Ell Grey 你洗一杯茶, 坐下休息一下 喜歡Ell Grey的是我姐姐 不是我 我已經沒有那種 我找到妳的衣服 那要拿在這裡 我去找一個衣服 在這裡 我可以拿到石頭 你沒事吧? 沒事吧?沒事, 沒事 好, 繼續 好 各位辛苦了, 辛苦了 是 今天的影片和紀錄 我們會回去看做檢討開會 今天就這麼多, 辛苦了各位 不如跟你們進去換衣服吧 知道 娟姐, 你剛才有沒有痊癒? 沒事, 有心 對了, 剛才也不好意思, 麻煩你 別這麼說… 你們一枝行騷, 緊張是正常的 開樓開樓, 正式那時候就會好好的 娟姐… 是 我想說你找那兩個老人家 一個就燒到煞熟狗頭 一個就走過路也站不穩 現在怎麼辦? 你放心, 我會和他們排好 表演那天絕對不會有問題 我不管你, 如果搞不定 要不然就換了他們兩個 再不然我就換了你的公司, 好嗎? 媽 什麼事? 你還問我什麼事? 我不是跟你說了很多次嗎? 根必掃拍子 我剛才都給你手勢, 給你提示 為什麼你還走到一隻蟹? 你不可以早點跟我說 我換人就不要浪費時間了 你說那些老人很貴, 很難溫 也要你們走到上台 像一個人才行 我…我是數著拍子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一走到出來 我就發台溫 那你就死定了 林, 你再跟我練習幾次 你練到子優為止 你讓我休息一下 還休息?休息到出場了, 好嗎? 你也要勉強來 逼杜娟姐夫妻怎麼辦? 媽, 你說, 我沒逼你 娟姐, 不要說話 媽, 你是不是要在我望到 一頭煙的時候 跟外人一起玩? 沒有, 不會 練一練, 現在去練 太好了, 夾得遠了, 不可憐了 今天不要再練了 這兩天我會去老人院 跟娟姐練到達為止 娟姐, 我陪你下去休息一下 是, 陪你下去休息一下 是 你給我站在這裡 又被暈倒了 你喜歡休息一下 不要眼睛 流血了, 空不空? 我可以看見你 謝謝我 你想想想不得讓我 先忙, 快點 示範 你節省 好, 來吧 怎麼樣?Bobo, 模特兒說不說得下場? 那與我們無關 我怎麼知道樓下大賣場 趁虛這麼多人把電梯塞死了 總之你記住, 我是準時放人 責任就不在我們這邊 小姐 娟姐, 不如我送你們回去吧 不用了, 我的女兒剛才跟我說 她說一會兒載我和孫子去吃舖票 當然知道剛才對你過了課 我又說和你一起去吃 算你, 入我閃 那兩位美女有約, 我先走了 好, 下次再約, 再見 再見 我孫子跟我說 一會兒直舖票那間是五星級的 所以我再打電話回到陳姑娘 叫她不用留飯給我們 但是我們幾晚有雪耳圓肉煮魚局 只是乳鴿而已 待會兒那裡有龍蝦 有花膠扒, 還有長腳蟹 其實吃我真的沒所謂 不過我真的很想去見人來搬船 我倒是 媽媽, 我給的士錢來 是, 你和秋姐自己搭的士回老人院 不是和軒仔直舖票嗎? 還認識?她剛才打來 原來英文科明天多加一個小冊 我現在要趕快收拾這裡的東西 回去替她溫習 你回去打給我吧 謝謝 不好意思 喂, 陳姑娘 我是阿娟 阿娟, 我和阿秋現在正回來了 因為我覺得肚子有點不太舒服 不去吧, 我不去吃布菲了 對了, 我想麻煩你留兩碗 雪耳、圓肉、乳鴿湯給我們 對了, 麻煩你留湯而已 好啊, 好啊, 麻煩你 好了, 不要再吵了 下次再和婆婆吃飯, 媽媽答應你 不要再抗議了 你很快溫習了, 我很快就回來 我回來買蛋糕給你, 好嗎? 她有點光滑了 就這樣吧, 再見 好啊 陳姑娘, 不好意思, 又是我 我忘了叫你留飯了 對了… 今晚好像還有紅豆糕做甜品, 對吧? 沒有傷感, 肚子也能吃的 謝謝 阿嫂 小救報 小救報 小救 나와 小救報 郭Sir, 唐森送了娟姐回去 鼎少爺在聯絡死者羅青壽的老公 Super就在找他的助手 幫你下口供 家晞知道了嗎? 高Sir…什麼環境? 五點十五分有人報警 那些伙計大概在六分鐘後來到現場 發現了兩名死者 第一名死者, 叫羅青壽 第二個死者, 叫李秋 香港文化 將來上undo � hors乃 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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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安排別人來代你? 你為了我胖胖伯伯, 怎麼敢租他? 怎麼了? 我知道你是法醫, 夠尊嚴 也不用嚴肆地嚴愛 你也當是秋姐去…去陪大小姐 但是我不捨得你 我還沒孝順救你 你還有一段時間幸福 阿金, 我不會扔下你 你更加不可以扔下我 把你知道的事告訴我 我一定會幫你找出真空 繼續陪著我 阿金, 你不是無依無女 我以後都會是你的女兒 媽 阿金, 阿金, 我剛才我開車回來的時候 聽收音機說你逛Cat Work那間PR公司的老闆 跟你認識那個秋姐死了, 是不是? 是 發生什麼事?你的手弄傷了嗎?疼不疼嗎? 沒什麼吧? 我剛才坐牌才不會像這樣弄傷 你看, 蓋不住傷口會很容易發炎 幸好我剛才走開便利店 買了藥水膠布和酒精回來補充藥 我只是想看看是否夠大塊 好, 幫你換掉它 不用了, 可能洗完澡才找 好, 洗完澡就幫你換 你看, 你的志愛 San Fan名店 Sir David的黑巧克力 現在香港也買到了 今天我跟秀姐吵架 秀姐是不是真的公司公司的老闆? 你們有什麼事吵架? 已經不重要了 只是她現在死了, 我的心很亂 明白的, 也沒人想發生這種事 我的頭很痛, 心很亂 Emma, 你放鬆點, 你別想太多了 你放鬆點 我無法控制自己, 哥哥 Emma, 你冷靜點 睡個好覺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來, 我現在去倒杯熱鮮奶給你 你替我站在這裡 你怎麼樣? 好是否很急 好人 阿嬷 Emma Am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